字幕提供 球掉到進區內 同槌球進了 Go 看起來進球的應該是 朵立平 朵立平是 就讀於台灣體大 那也是現役中華領族的一個國角 在這場比賽 結果是一開始 首開記錄 在開賽的第八分鐘 掌握到左側的一個角球 在進區內頭槌破門 朵立平雖然個頭上面 並不是說非常的高 尤其是在 木蘭聯賽杯 還有 木蘭聯賽的一個尾聲 能要衝刺提前瘋王的那一個階段 兩位其實是有相當不錯的一個表現 畫畫在 木蘭聯賽第三循環呢 他們 擊敗了 台中南京提前瘋王的那一場比賽 兩位也是有非常好的表現 然後這邊過頂長傳交給呢 右前場的抖勾 彈文林第一腳射門球技了 GO 哇 花蓮這場比賽 不但是迅速的開章 而且呢 是接二連三的一個緊球 這時候呢 又是由一個過頂的長傳球開賽 前十分鐘 花蓮就取得了兩球的領先 彈文林呢 在右側近區的一個右腳近射 直接是掛進了球門左側的一個死角 回開賽以來 可是死球的攻擊 看一下這個重播 這個斜傳球 彈文林看到防守球員 還沒有跟上來的情況之下 直接就來 做了 不過 我記得今天也都是非常大膽的 把後防線往上推 不過在花蓮這裡 這幾名快腿球員 現在彈文林來了 又球又爐 進了 GO GO 非常迅速 在這場比賽 也沒開二度 看起來有機會來挑戰 他的一個帽子吸法 可以看到在國際幾天呢 在整個後防線往前推啊 這場越位陷阱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留給了 對手有很大的背後空間可以運用 尤其是桃園 在花蓮陣中有 這幾名的空間速度非常快的快速 來說的話 雅惠甚至是 優於著力品 這邊前場的一個斷球交給 走過彈文林 走過到了 右側進去 這要是滿究竟了 GO 4-0 彈文林 也 成為了這個賽季 也不難聯賽 第一位上演帽子吸法的球員 上個賽季 他的隊友無視頻 拳擊19個進球 包括了三次的一個帽子吸法呢 彈文林 上個賽季 十個進球 但是呢 並沒有單場經過三球 今天在開季第二場球 他就是 製造了個人的這一項紀錄 在 右側的進區 這一腳射門打球門 右上 對 打滿全場 這時候 上個賽季 過半的時候 中場之後才 上場的情況 哇 好球喔 把這球給搶回來 最後來了 GO 哇 送殺海 哇 終於取得氣球了 上半場 十六分鐘左右啊 在十七分鐘的情況下 鬆殺海 先幫助台中籃球 取得一球領先 哇 我們這球啊 阿包的功勞 至少要贊五 是 在前場的那個B搶上面 搶回這一球之後啊 送到進區內 鬆殺直接 拿到球之後 當仁不讓 直接起右腳啊 直接 拿這個射門啊 跟他停球之後啊 那你看到這個 位置來講 其實是非常舒服的 楊鑫這邊 下產的這個情況下 以為一開始是要 要交給賴力琴來 哇還有一個射門機會 這一球 GO 應該沒有問題啦 這一次如果再中門兩可 就有點倒楣 不過又是猴方圍啊 哇 可以笑了 可以笑了 不用演練 不用 不用把臉遮住啊 讓全國的觀眾 可以看到你的臉啊 猴方圍啊 這一球 接獲到賴力琴的一個 底線傳中的機會啊 就絕對是他 給這個 李教練最好的 回報吧 因為上一場比賽 其實李以馳氣得很好 我覺得 就這場比賽 為什麼沒有用 李以馳換上口感 我一定當然有 有教練在討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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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